读档用realize 然后但是可能要慢慢习惯 就是串列的使用方 因为串列其实蛮像是 Excel里面那种蓝式的 反正就是你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存放 Excel里面是看得到 这边是看不到 你可能要自己想象一下 习惯久大概就是知道 最后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不要全部 因为他现在全部都帮我全部倒出来 我变成说我只要前面的 十个人就好了 十个人里面还包含 就是前面有个栏位名称 下面再十个人的话 关键的地方记得要把 这个for each的写法改成 叫for i的写法 那写法的话 我们刚好前面讲过了 for i in range ok 特别之后 in range的话意思是说 我不要全部 我只要哪些呢 编号从零 因为串列一定零开始 零 那零要嘛 就是栏位名称 然后再来 一二三四 一直到其实就十一 十一个 十一笔资料 所以我要到哪边停 十的话就变到九 九变第九个人 少一个 所以应该是到十一才对 输出的话刚好十个 因为栏位名称要加进去 ok 然后冒号一下 那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line 这个line怎么做 其实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是全部放在line 现在的话 你就帮我把它放在list1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 我这边就可以把这个line 改成用什么 用list1里面的第几个来代替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叫做list1的第几个 list1的第几个的话 就是第i一个 他就会帮你先把第0个 那个栏位名称先抓过来 然后帮我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 放在list2里面 取得他的第2栏跟第5栏的资料 输出 这样看起来应该ok 应该就写好了 这样就写完了吗 还有吗 应该没有了 就这样而已 应该可以看懂吗 刚刚的写法是全部 现在的写法是指要局部的资料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也是会遇到 反正你外部来的资料 你要全部就for each 要部分的话就for each 大概就这样子 复回圈用法就这两招 而这两招蛮常遇到的 有的朋友不熟 熟的话两下就写完了 不熟的话你可能就会一直出 来试一下 执行看opoke 看一下是不是只有10个人 这个是第1个不算 12345678910 有没有10个ok 所以刚刚如果那个range的数字不对 你输出也会错 如果你数一下 少一个再加1比较好 也是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最后希望怎么样 把它再输出变成一个档案 那个档案的话 Excel可以读取 那Excel读哪个档会是最简单 如果说我今天要输出的Excel档 我可能要来一个外挂 还要再做一些事情 很麻烦 不过在python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在那边输出什么 写出去把它写成CSV就好了 因为CSV预设也是用Excel来开 所以我们如果输出成一个CSV的话 那就可以开 那怎么输出呢 其实两行程就可以搞定了 那怎么写 特别注意 第一 我刚刚已经把10笔输出了 再来如果说我要再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我的资料 把它写出去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需要用那个write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open 然后直接用readline 同样的道理 如果要写出去的话 我的习惯一样 如果写的话 一样是一个F 不过我喜欢用FW等于什么 跟他讲说open 一样要先写出去 要先开一个空白档给他 跟他讲说将来你帮我把那个档案 一样放在member 但是我的副档名叫CSV好了 一样是放我CSV CSV是可以用的ECL来开 然后逗点关键的地方就是这边 你就是当然是R 是read的模式 现在把它改什么 改成W模式就好了 W就是什么 写出去的意思 再来的话 后面编码方式 特别注意 请你不要加incoding 因为我们未来是希望ECL开启 如果ECL开的话 你给他UTE8 你用ECL开的话一定是run 所以这个后面不要加 接下来如果你要写出去的话 那你就是什么 FW点什么 点Write Write再把那个东西给写出去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从这边输出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也许我要输出 最好是把它串在一起之后 所以我再增加一个变数叫一个字串好了 空字串 然后到这边的话 我就把那个S加等于什么 把这些东西帮我一直串串串 当然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问 他这边这个把它串在一起 刚好他后面这个 这个后面刚好有个反斜线 刚好放 所以我们不用加 好 那串完之后的话 就把这个S放在这里 应该就写完了 看得懂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直觉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以后如果说写出去也是两行 读取也是两行 哇真的太简单了 没有写过这么简单的程式 你不管用其他语言写 开档跟读档都是麻烦 像Java 我论你以前用Java写过 我真的是写 跟这个比以前是不能比 你写过这个之后你就回不去了 OK真的 你又觉得 以前我这 以前在干嘛 以前写一大堆才开一个档 就已经写了十几行程式了 还没结束 而且还容易有bug 这个的话很easy的 而且它很厉害 就是如果你这个档 它很聪明 它如果不存在 它帮你产生 如果说已经存在 它帮你覆盖 它还不会问你 如果Java不一样 Java要先 你要先自动把它砍掉 再把它输出 如果你没有把它砍掉 覆盖不过去 就bug了 真的 然后还做逻辑判断 还要跑回圈 麻烦的钥匙 这个不用 它非常贴心 就写这样就好了 OK 我们试试看会ok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写完之后 真的写完了吗 跑跑看就知道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主要是把它串完之后 再用FW物件把它write出去 OK 把它知新看一下 然后理论上一定会print 所以下面应该正常 只是说输出有没有成功 在这个根木屋底下应该 不过在Equivus里面 你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reflash 因为它要重整一下 才可以看到那个档 reflash 有没有 member.csv 刚好为什么点csv 因为主要 Excel 如果你有安装Excel 它预设就是用Excel开csv的副档名的话 所以我们直接开启它 它这个时候就开起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直接第一栏 第二栏 宽度是在调一下 OK的 所以你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丢给别人之后 人家开就OK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用python写个报表 输出csv 甚至后面你还可以自动寄给对方 你可以写 而且python写 没有寄油寄 也一样简单 也是两三行就搞定了 那真的太方便了 而且你如果说 A要这个报表 B要这个报表 每一个你还可以设定不同条件的 然后甚至做一个自动化 时间倒自动寄给对方 以后都不会吵你了 你每天只要check说 你的程式有没有bug 没有bug跳出来 表示事情都做完了 那你每天就干嘛 每天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以前也是几乎都把事情都做完了 时间倒就自己 所以都没有人来吵我 其实我有段时间是非常空闲的 可以写部落格 录个影片 研读自己的一些技术或什么的 甚至还可以写作 OK 一样每个月之后还是有薪水可以领 多好 是不是 不过前提是 你要把这些串 东西串在一起 事情就非常简单 OK 所以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OK 第一个的话 我们刚刚就是把这个资料print出去 但就是只有10个 OK 就用for range 再来的话用一个底下输出两行 然后并且串一个s的字串 把它丢出去就OK了 好 试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我当然有录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那个刚刚的步骤的话 其实那个论坛里面我也有贴 如果做完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你们也可以找其他的资料 而且网路上也可以 或者你有其他的data 大概有这可能五栏十栏之类的 然后你就取其中的资料 可能取几栏 取几列 可能不一定两栏 三栏也可以 再做个变化 最后的话 也许就是类似一个报表 把它输出 对方接到的话 马上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这个data 未来如果说你还要再更复杂 你可以再加email mail给他 或者是说 如果他对方不是 只是要这样表格的报表 他需要一个图形 视觉化报表 就是画图的话 未来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些 视觉化的一些外挂 可以马上画图给他 帮他统计一下 哪些资料多少 哪些资料多少 他一看一目了然 而且每天都可以定时直接寄给他 这样子不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 甚至你一个系统乱 你等于一个系统就可以 等于是有点像一个公司的运作模式 等于很多助理都不用请 全部都用人 就用城市自己跑就好了 其实目前 当然很多公司都是玩这一套 背后可能也不太需要请太多人 也就是你 人事费用大大减少 但是你只要电脑只要跑 每天还是照样 都可以 这个公司还是这样运行 中间 获利空间其实就非常大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东西 很多地方 其实都可以 照这样的方式来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档案给输出